前一陣子我看到一個很熱血的新聞 關於偏鄉國小的單車環島畢業旅行 記者訪問其中一個同學的感想師 他說我想要做一些以後沒有機會做的事 我心裡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以後會沒有機會呢 我曾經認識一個吉他手 他在大學畢業前 事業者跟我說 我的搖滾生涯結束了 我心裡想 為什麼大學畢業就不能玩搖滾樂了呢 但我也聽過另一種故事 我同學玩音樂 他的老母親偶一天在電台 聽到皇后和唱團的音樂 打電話跟他說 你這個皇后和唱團是誰嗎 他們的音樂很好聽耶 他不知道當時主唱Feddy Winger 已經過世一陣子了 從此他母親瘋狂的迷上皇后和唱團 家園甚至最後幾年 他們開始聊音樂 皇后和唱團的音樂 帶給他母親的晚年很大的快樂 我做獨立音樂也製作主流唱片 很多時候我常常覺得自己 像是一個資深的局外人 但這個角色給我很清晰獨特的視野 進取講求我今天來說說 關於流行音樂如何走向未來 我想說的是 我覺得我們必須不斷的 重新定義流行音樂 我記得在我剛出道的年代 男生長爬刺青彎搖滾 嘻哈饒舌穿動 就連女性音樂從業人員都是少數 但我們把時間拉回這個時代 我現在講了大約一分二十秒的畫面 放在網路上觀看 都顯得攏長時 Andy Warhol成名的十五分鐘變成十五秒 你會發現連時間感都回不去了 當網路社群跟電商平台 正在改變一整個世代的行為模式 你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覺得 自己不能被改變了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 將會帶著流行音樂 走向更有趣的未來 去年底我一個人飛到首爾 看了一場很特別的演唱會 那只是他們連續十二場 中型四面台的其中一場 這個樂團他們不遵循 韓國流行音樂的成功法則 他們以獨特的音樂攝影師跟當代語詞 以獨立場台的獨立樂團之姿 將次文化翻轉為主流 帶領韓國流行音樂 抵達第一個不一樣的未來 他們是HIOCO 不一樣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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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樣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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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